政治方面来关心国民党在明天要公布第一波 县市长提名 现在传出在台北县 在台东县很可能就是由现任优先 提名周习伟跟邝立真来竞选连任 不过我们看到这两位的首长呢 他们的民调支持度最近都不高 尤其在台北县有人担心 如果最后民进党派出来的是苏贞昌将的实力派的选将 选情恐怕告急 台北县长周习伟拼市政 但却常被质疑作秀民调始终没起色 还有台东的乡亲致深深歉意 台东县长邝立真台风天出国考察 没坐镇防灾也被外界盯得满头包 遭到国民党停权处分 两位县长争议不断 但现在却传出由于台北县没有其他人表态参选 台东县的邝立真基层实力依然雄厚 党中央提名两人继续角逐年底选举的机会大增 但负责操盘的副主席吴敦毅不愿证实 我们已经启动应该有的机制 有些很外行的 我不能每一样都去理会 所以这消息是不正确的 我通通没有评论 礼拜五就批定了九个县市 明天早晨就发布公告 一旦两人出现 外界预料将引发党内反弹 有人质疑党中央这么做 是因为根本没人开第一枪 如果民进党派出苏贞昌 甚至蔡英文来参选台北线 这个戏还有得唱 至日台东县副议长饶庆林 早已动作频频 有意参选 一旦无法协调 势必得办初选 来平息两个女人的战争 西市长提名作业风风雨雨 最后到底谁会出现 外界都在睁大眼睛看 中间新闻蔡长康黄一清 台北报道 中间新闻